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港鐵的過境鐵路總管張志強先生會跟大家講講今日的列車服務場景,謝謝CK 好,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在過往的一天我們經歷了香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高紀錄的雨量的連場暴雨 而港鐵的車站和列車的服務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受到昨晚暴雨的影響 加上黃大仙車站的地勢關係,昨晚接近凌晨的時間裏面突然就有大量的雨水很急速地湧入黃大仙車站 由於事出突然,現場的情況亦都不容許我們車站的同事 在短時間裏面很安全地為車站所有的入口加裝防潢板 雨水於是突而其來地湧滋 所以在很短時間已經將車站造成一個嚴重的水浸 雖然同事盡量去處理湧入車站裏面的雨水 但是在這個百年一遇的極端暴雨之下 雨水不斷地湧入車站,並且很快地湧入越台的位置 再進而,亦都流入了我們路底的範圍 而車務控罪中心因應這樣的情況,亦都在當時即時會進行車站的疏散 所以沒有乘客或是我們的同事是受困或是受傷的 我們在昨晚大約零時15分左右 就停了觀塘線隧道段 由黃埔站至到觀塘站的列車服務 並且關閉了這個路段完善的所有車站 而凌晨1點之前,黃大仙站就成功地將所有的入口的防潢板裝好 阻止了雨水再次進入黃大仙站 要令到黃大仙站順利恢復服務 其實需要完成的工作是非常之多的 包括了要處理車站和隧道路段的積水 以及搶收因為水浸而損壞了的車站和設路的設施 其中包括了軌旁的信號系統 供電設備、路軌的組件、月台幕門和其他設備等等 同時也需要清理大量湧入了我們車站的污泥和垃圾 由於清理和搶收需要很多時間 今天頭班車的開始,我們觀塘線由石潔尾站至彩虹站的車服務是需要暫停的 而由黃埔至到石潔尾站和彩虹站至到條頸領站的服務就是延遲的 我們在過去的24小時所面對的挑戰非常之大 在其他的車站方面,東鐵線的九龍塘站 今早早也因為暴雨而發生水浸 我們在安全的情況之下,盡力維持我們的服務 安排了來往的列車使用了九龍塘站東鐵線的一號月台去上路 而在努力搶收之下,我們也很大程度地恢復了東鐵線的服務 另外,昨晚的雨勢其實是非常之大的 有個別的車站也受到雨水的影響 例如臺灣站和彩虹站在車站不同地方也受到雨水的影響而導致有水浸 在同事的努力之下,今早早都可以成功順利地提供服務 而至於黃大仙站的修復情況 我們是需要首先奔走隧道段的積水 也要確定設備可以提供到安全的鐵路服務之後 我們是有信心在明天恢復了觀塘線的全線列車服務 而黃大仙站也會重新開放 但是由於黃大仙站有大量的設備 例如扶手電梯、升降機、月台幕門和車站廣播系統等等 是因為水浸而受到損壞 所以修復的工作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這些設備在明天可能未能夠完全提供服務 而且部分出入口也可能要維持關閉 屆時,站內我們會有額外的職員協助乘客 進出這個車站和上下車 乘客可以使用流動閘機去拍八大通卡進出這個車站 而車站同時也會有手提的裝置協助使用二維碼的車票乘客 我們預計到排隊和等車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裏呼籲乘客 是隱讓並且遵從我們職員的指示 是有秩序地出閘和乘車 因為設備亦都需要時間修復 所以黃大仙站的月台幕門明天是會維持打開的 所以我們亦都提醒乘客在等車的時候 是要注意安全的 黃大仙站部分的設備 因為損壞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預計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修復 亦都可能需要整個更換 所以我們會盡快爭取在短時間裏面 希望令到這些設備可以再次投入服務 由於黃大仙站的升降機和扶手電梯修復 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呼籲有需要的乘客 盡量可以利用這個落庫或鑽石山站 乘搭觀塘線 並且為他們的行程 預留多一些充滿的時間 在這麼突發的事故之下 廣鐵整個團隊 特別是前線的維修和車站 車務的同事都專業和盡心地去應對 我代表公司對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謝 目前仍然有大量相關善後的工作需要處理 公司的團隊會上下一心 繼續進行收復的工作 多謝大家 你好 想問一下有沒有原因解釋到 為何黃大仙站是浸得這麼厲害 是否本身的車站和泊水系統是不完善 所以才導致黃大仙是浸得這麼厲害 是 其實過去一天我們經歷了八年一月 就是這個降雨量最高紀錄的一個黑色暴雨的情況 而黃大仙站呢 如果你留意它的地勢 它亦都是比較低的 而是這個下雨的地區性的關係呢 其實在黃大仙或者其他香港的其他地區 都分別是會有很大量的水浸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大家會明白 在一個這麼獨特的一個情況之下 黃大仙受到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而我們亦都是在團隊的努力之下 適當地去盡量保護車站 亦都在時候做回相關的跟進工作 希望我們能夠盡快地 恢復我們列車和車站的運作 請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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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位 TVB店 好啊 請教一下 剛才提到 今天石碟到草原站 已經非要暫停了 預計你們暫停了 或是你們有一個好的期望 就是可能有些時間 或者調回院 可不可以再補充 就是維修的時間 你們預計要多久 除了停要停多久 謝謝 我剛才其實有提到 就是我們現在努力在搶收 根據現在的進度 我們是有信心 明日的烈車服務 觀塘線是可以全線恢復的 哈絲三 你是男士 你好 香港人一爺 想問有沒有 准夥損壞情況 還有有說 計算了有多少財物損失 還有見到有些站 都有水煙露軌的情況 其實對乘客 或者站裡面工作的人 會不會有影響性呢 還有也想問一下 會不會如何預防 下次可能會再有 同內的事件發生 好啊 其實我們現在首要的目的 就是盡快去復收 我們受損壞的一些設備 和系統 希望可以盡快將我們的 車站和列車服務 回復正常 提供服務給我們的乘客 所以那個損失的情況 我想我們稍後 才會再去看 另外這個百聯一遇 這麼大的雨 導致這麼大的衝擊 給我們的系統 和這個車站 我們都覺得這次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 非常之寶貴的經驗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多少詳細質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有一個新的問題 從RGHTV 第一 является很 нал心的堤 answers oh think it's appropriate and what can it improv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or the repair of the wang tai xin station actually the focus is quite well we have confidence to resume our surface of kunda online tomorrow and the actually we need to first drain away the accumulated water in the 还有把我们的工具把我们处罢的ети 和有关的工具到在楼上的前面 关于工具工作坉局 在工具工作坉局做工具 要保持账用 Lunar 其实 为人家的工具 我们的工具是我们的项目 每次我们会做工具及其他 工具进行 全程的工作 我們會有保護 也會進行檢查 前進行檢查 大家一條問題 蕭先生 請教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 黃偉仙站今天都算快完成 用了幾多同事幫忙 第二,涉及其他三個站 是不是最嚴重的 是隧道的水浸 大家都看到 有些想見到 你的同事在水浸 密封的隧道工作 會不會太過危險 首先我講 其實你講得對 情況是頗挑戰的 由於隧道都有水浸 車站有很多系統受損 也有污泥和垃圾 在車站上 所以同事花了很多時間 和努力 去見到現在 車站的情況是改善到這個地步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信心 明天 觀塘線的服務是可以回復全線的 另外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同事在做所有的維修工作 我們都是確保 是有適當的維護 和安全隔電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讓他們做 所以在做之前 我們會有經驗的同事帶隊 也會在整個過程 我們有適當的監察 和保持聯絡 去確保他們的安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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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最好 m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